好 如果说这个股东会 他送的这个礼品是刚刚这个香蕉怪兽 不知道您喜欢吗 不过确实进到这个月底 股东会的旺季真的也来了 那么现在小股东最关心的 除了公司经营的一个表现之外 应该就是到底可以拿到 什么hold count的一些纪念品了 那今年因为物价上涨 股东会的纪念品我们看到缩水了 那甚至吹起了名声用品风 你可以在这画面上看到很多琳琅满目 像是有香皂 洗衣巾 包装米清洁剂 还有国道的回溯票跟超商的礼券 据了解都大受欢迎 满满的人潮全都冲着 柜台后堆得跟小山一样高的民生物资 有米有面也有清洁剂 这里不是大卖场特卖会 而是股东会纪念品的兑款地点 现在时机那么差 这个还可以吃还可以用 搬米搬面还不够 这位妈妈换了整整五串卫生子 有够精打细算 来哪一家 有点双掌物价飙升 今年最夯的股东会赠品 变成了名声用品 在464家发放纪念品的公司当中 就有84家发放超商礼券 高达50家公司选择送百米 连云林蒜头和高速公路回溯票 也成了纪念品 实用归实用 却有民众不免抱怨 纪念品大不无前 比以前真的差很多 以前还有洗手指 插手指 现在只剩这些 今年比往年少一点 但是还是蛮多的 因为可能算小年吧 景气不好 这纪念品还是不可少 虽然价格便宜了些 不过有吃又有拿 你最起码可以帮小股东们 省下一点小钱 对新闻李燕以吴宇轩在台北报道